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三節 這是我剛才說的 你有暴動就是暴動 那暴動是他定的 暴力行為也定 暴力行為也定 暴動也定 你現在有五個涉嫌暴動 即是你初步證據證明他是暴動 那你就會告他 一個都不能告他 我現在告訴你 告人就要示威 包圍他也不要警署 所以你看看他的說法 所以這些人 你有道理的就是 理直氣壯 你是理屈慈窮 什麼叫做有暴力行為 有暴力行為也不等於暴動 不就暴力了 你痴態中突然是暴力行為 你可以告很多其他罪 那你警察暴力就說 我不用合法武力 我屌你了 我被你打到那隻狗 我還拖我 就叫做暴力 你知道嗎 有些警察在外國被人告 罰了他不知多少錢 坐牢也有 但是當然 大家又可以這樣看 就說現在正在移動 是不是 移動了嗎 移動了嗎 那我估計 根本是沒有人暴動 屌你了 我們強行告暴動的人 那你五個人怎麼暴動 我估計呢 五個人 那裡的催淚彈 好像下雨一樣 哇 這是一個非常不對稱的武力衝突 大哥 不對稱戰爭 asymmetric warfare 這個是絕對不對稱的 對嗎 補什麼領導 補什麼圖 這個警務處長 你看他講話 中文又差 我見他說英文 回答記者 你真是慘 真的這樣做一哥 你真是被英國老時代 這個真是 這個inspector 做不到 他真是 他是英國老時代的inspector 如果按照計算 就這樣 22年前 應該是inspector 不知道 這個真的不知道 22年前應該就是督察 以我們那個年代 督察的經分水平 一定沒有那麼差 他跟曾偉紅相差很遠 雖然曾偉紅我也很討厭他 他現在榮顏富貴 很厲害 共產黨看起他 但他跟曾偉紅真的相差很遠 跟鄧景成也是很遠 當然跟李... 李君夏 李君夏 不是 李明葵 李明葵 這個愚章 大哥 其實現在林鄭月娥 這個政府分崩離職 還有一個所謂 眾叛親離的局面 但他又不會辭職 那剛才曾偉紅的說法 我覺得有些地方是值得相確的 他意思是說 他是中央任命的 不到他辭職 那為什麼 董建華可以辭職呢 董建華是被辭職 不是辭職 也是啊 也是由他提 除非你曾偉紅的說法 就算他辭職 也是被辭職 這樣就對了 是不是 就算他辭職 就好好看看 就不是中央叫你收工 就是你自己自動辭職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的被辭職 老董當年也是 是不是 這個梁振英 也是被不連任 是不是 本來就是做兩任 你看澳門的特首 全國做十年 是啊 這個 這個 葛口華 葛口華做十年 崔斯安也做十年 下一個也做十年 下一個也做十年 你真是平穩 過度 我們香港的特首 沒有一個做兩任的 董做七年多 剩下的那些就是 那兩任 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七年中就做七年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到現在沒有人做了兩任 沒有啊 沒有啊 連這一件都沒有了 這一件都沒有了 這一件就 有些人會認為 他連這一任都未必做得完 是啊 因為這個是香港從來沒有試過的 是嗎 從來沒有試過的 你怎麼一個人 可以這麼黑人爭 你是不是真的恥了不及呢 恥了不及 我又覺得不是 你認識他 我不認識他 你看看他去年十月的樣子 胡志偉那些民主黨 跟他攬頭攬計 甚至共開講 對他有期望 他比梁振英更好 我就同牌中二 他一定比梁振英 是嗎 我幸好沒有在立法會 選不到輸幾百票 那些人說活該死 那是活該死 我現在不知道多快樂 是不是 你現在在立法會 真是 真是頭暈 真是頭暈 真是 最近失蹤很久 那個鄭重泰就開始抱頭了 就叫人家遊行出現一下 這些傻子 我告訴你 因為這個選舉 所有民主派都有運行 我告訴你 就是這樣 整個政府 基本上是不能管治的 對不對 但是曾鈺誠的說法就是 中央任命 中央委任 他和中央罷免他 但是他也是 一個小選舉 產生 他自己都可以辭職 收睽 如果你說不能辭職 那其他那些主要官員 都是中央任命 那梁錦松有辭職 這個葉劉淑儀有辭職 是不是 那為什麼 他就不能辭職呢 不能下台 這個說不通的嘛 但是 說不通之中 又覺得他是通的 因為他在共產黨的條例子裡說 你明白嗎 辭職都不讓你辭職 我叫你辭職就辭職 我沒有叫你辭職 你就不能辭職 是啊 是不是應該這樣說 還有一個點 其實這個說法 就是後面的潛台詞 是什麼呢 你林鄭月娥 搞完那些首尾 你才好閃 所有的事情 你自己打了他 所以這個 要加上陳思思的說法 我覺得是這樣的 就是現在這個局勢 他不可能真的辭職 即是你說 林鄭夏台平民分 這個是我們群眾的主觀願望 最低要求 最低要求 千萬不要說 這是最低要求 最低要求 這是最低要求 最低消費 這是最低消費 這是超官願望的 用回曾六成的說法 我再將他的說法 稍微調整一下 就是北京要你辭職 你就要辭職 他沒有叫你辭職 你就不能辭職 你不可以辭職 很主動辭職 所以他那天在記者會裡 提到三件事 我那天都寫了一篇文出來 我說理解尊重和支持 這個理解尊重和支持 可以維持多久 是不是 他現在強調 中央對他 理解尊重支持 充分肯定他是 這兩年多以來的工作 所以你看回那個風格 是這樣的 我只是把人民日報 海外版今天那一段 其中一段 那一段 其他八股沒有說 他就說 林鄭月娥上任行政長官兩年來 取得良好成績 取得良好成績 中央政府對林鄭月娥及特區政府的工作 給予充分肯定 中央政府堅定支持 保持特區有關修例工作 相信 經過特區政府努力工作和社會各界的理性討論 香港社會一定能夠消除疑慮 達成共識 共同維護香港在國際社會的良好法治現象 這段說話 表面看就是我支持你 但實際上 就認為你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就是 你現在要繼續努力工作 和和各社會各界理性討論 要令到香港社會消除疑慮 你先搞什麼場 所以你要解讀這些 共產黨的文字 你真是不可以就這樣望聞生意 真是錯的 我告訴你 那個說法已經很清楚了 已經是 你搞得好它 麻煩你 搞得好才好 我當然支持你暫緩 但現在就是說 中央堅定支持特區有關修例工作 相信經過特區政府努力工作和社會各界理性討論 這是未來 不是 這是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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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 不是已經 是接下來 你要和社會各界理性討論 令到香港社會消除疑慮 達成共識 你很少看到 那些什麼共產黨的 某名文字寫到這樣的 那些要說外國勢力 那些什麼謀我千辛不死 那些什麼大合唱 那些就留給環球交報講 是 這個就正統一點 這個是不是 主要一點 所以我們看慣這些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什麼時候要殺氣騰騰的時候 又怎樣寫 毛澤東 當年要搞反右的時候 人蛇出動 人蛇出動 寫一篇社論 叫做民會報的資產階的方向 應當批判 一出來之後 就不加產 反右就開始了 是不是 全部 即是你看看共產黨的文宣 它是有一個格局 有跡可尋 我們看慣共產黨 看了幾十年 他那些文宣 我們一看就知道 意思是 根本就是對你不滿意 但是 也不會讓你下台 所以我看完這篇文的結論 就是暫時的 北京不會再這個時候 讓林鄭下台 是啊 但是負責逃犯條例修訂的 關於政策言議 和草耳法律條文的兩人 一個就是保安局長李家超 另外一個就是 知法犯法的鄭若驊政司司長 這兩個就應該要執包袱 是嗎 正常的做法就是這樣 是不是 但是也可能 可能不正常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按照 曾奧成的說法 就是說 現在林鄭月娥 連想自己辭職 都不行 都不行 要做好善口工作 你做 真是 不過我們不會同情她 是不是 這個賊婆 你會同情她 你會說今天 我不會抵她 我今天 要追殺她 你明白嗎 你有沒有看我這兩個人 出的姿勢 你只是出的姿勢 也有這麼多人看 那些人有多怨氣 其實是 趁你起的時候 有個最新消息 醫院管理局 今晚十一時 將會舉行記者招待會 回應陳佩元的說法 陳佩元就說 你 警察可以進入病人的病歷 看他有沒有參與過這個 在金鐘的 所謂的衝突 然後去醫院抓人 連病人的私隱都沒有 你還要醫院 你還要醫院配合 你 去哪裏收 去哪裏收 這個情況是 剩下的 昨天的遊行 這麼多人 大家都看到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第一 第一 他不辭回 以及不下台 他對那些訴求 沒有回答 所以 再加上 那位梁先生 梁凌杰先生 以死明智 所以就令到 那些人更加 意粉填膺 有這麼多人 這個就是 他不撤回的時候 出的 你看 你看 竟然有千多人like 這些 有什麼 幾句口號 是吧 慶的 挨港賊婆 自掘墳墓 人臣共憤 立即下台 民意沸騰 眾志盛盛 捍衛公義 戰鬥到底 這個是遊行 就是昨天遊行之後 遊行到七八點的時候 我出的 另外一個就是 之前 就是 那位梁先生 不幸身亡 我就寫這十個個字 賣港奸賊 惡官滿營 殺人填命 天經地義 這個是用回林鄭月娥的 他說天經地義 那些警察 天公地義 天公地義 他不懂天經地義 你所當然 天公地義 你所當然 是 那說起這個 所謂殺人填命 就是 血債飄償 血債飄償 血債飄什麼償 我們又沒有 我們又沒有 漂流給他 但是這個 可以結合網上 有一個笑話 那個笑話就是 林鄭競選的時候 說 也不是競選說的 她在天堂 就 留了個位給她 我自己在立法院 就罵她 你下記獄 你下記獄吧 原來她去了天堂之後 天堂的人就告訴她 對不起 我剛剛跟地獄簽了 我徒犯條例 你現在要移交地獄 很幽默 將她移交去地獄 休息一會